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说回来我们进行包装 挑选 因为我们在工厂做过 有个品质观念 一定要把好品质管 然后通过我们加上的邮动快递 发货到买家的地址里面 我们在寻找 想推出 就是金刚山要有特色的一个场景 当2016年2月2号 我们其实在神山神四的时候 跟村民一起亲切打瓷巴这个画面 在各种平台播出之后 全国各地 对这个神山四巴就更加关注了 我们是现在以前的就是被毛主创点钱 现在就给我那个小儿子打点四巴 你看几好啊 到门口还可以创钱 主席也讲了 打四巴越打越年 身份就又过越甜了 我们现在办这个场的话 应该到时可以提供 最少一百人的一个就业岗位 我们帮村民呢 代表 他们全村每个人的一个新农堡新农河 第二项呢 每卖一盒 两块钱生活 帮助村积体经济发展 我那个时候可能是零吧 就我一个人做电厂在金刚山 现在逐年发展 我们电厂协会成員有 活跃的有两倍多家 我们金刚山政府呢 也非常的重视 还成立着专门的电商办 我们一起做一些电商创业 一些推广 还有电商技术的一些培训 就是最近几年从外面回来 再加上回来创业的 在外面要更强 而且还能帮助金刚山 这些农河产品销售 我觉得是挺快乐的一件事情 到现在已经做了十年的电商了 家庭的一个生活品质 因为做电商也得到了提高 最有成就感的 应该是我觉得直接的帮助了一些人 帮他们解决了一些农产品 这个自销问题 间接地影响了一部分创业者 在下方看 비급客 Bin 未 zum留 四目的家庭 是3金飓 在下方看 各种魅力之一 还是平坚